好 说完了车展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司机 王维是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 在不久之前 当他正开着车在马路上行驶的时候 看到路边的一个小姑娘突然掉进了坑里 王维立刻冲上前 也跳了下去 为了防止小姑娘被落下的土块砸伤 他用身体保护着小姑娘 直到小姑娘被救起 这就是事故发生时的监控录像 画面上打电话的女孩就是受害者 而女孩掉下去的这一瞬间 恰巧被经过的出租车司机王维看到 于是他立即停车跑了过去 下面挺深的 总共的话有六七米深了 小孩当时的话就是趴在地下 好在好在啥的就是中间的话 就是说是离地面的话有一尺高的地方的话 有一个电话就是我扒着个电话就下去了 旁边有人打110呢 我一看对面是消防队 我就想着消防肯定救援能快一点 然后直接跑到消防队嘛 跟他消防队的同志说了一下 他们就组织过来救援了 我跳下去之后喊他的话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拍了他几下了 我感觉他醒了之后的话 我就把他翻过来 就是他人不是这样趴着呢 我给他抱着这样给他翻过来 翻过来的话 咱也想的话 你最起码到空气你都要流通嘛 你捂到那个地方 肯定你这个呼吸你就成问题了 女孩醒了之后 只是不停地哭喊 身体并没有答案 吐着哗啦哗啦地往下走 小孩不停地在哭喊 那我呢就是说他本身的话 他就在我这底下这儿坐着呢 那等于说我站在上面呢 可能说忽略他 女孩掉下去的这块路面 由于长期遭到积水通刷 路面下已经被掏成了一个大洞 十几分钟过后 他现在洞口越来越大 而由于坑很深 王梅和女孩一时无法上来 就在此时 接到报警的消防队员赶到了现场 他们就是把梯子 就是从那个洞口放下来 放下来之后呢 最后这小女孩呢 她不敢上吗 因为她梯子的话 来回这样晃来晃去的 她比较软嘛 晃来晃去她还怕一只喊 我说是 那你是这 你在前面走 我在后面跟着 自够这样才上去 看到女孩获救后 王维就默默离开了 后来还是获救女孩的家属 向在场群众打听王维的车牌号 到长安区车管所上门感谢时 王维救人的事才被大家知道 他这个人平时花恨少 恨少就是 比如救人这个事情 扯住还问他来 他说 学校也感谢 家长也感谢 反正人挺多的 反正是感谢 咱这人就不好意思 其实这个事就是说是 拿我来讲的话 就是给别人帮了个忙 忙帮完了我就走了 咱这就没事了 面对感谢 王师傅的回答很简单 也很实在 就是给人帮了个忙 忙帮完了就没事了 在他看来 这不过是平常生活当中的平常之举 但也正是这样的平凡人的平凡之举 让人与人之间多了温暖和关爱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